二位,姓慧,我听过你们在蒙德的传闻 道上人士,阴影,宋人网生 难道说,网生堂这个组织,是 没错,正如你所猜测 网生堂是执掌藏仪的组织 只在送人安心网生 难道是把钟离先生误人成杀手了 愚人众的朋友里确实有很多杀手 但网生堂并不是做这一行的 起码明面上不是 毕竟还是道上人士嘛,这就不能细说了 总之,我带你们来认识钟离是因为 因为我有办法让你们见到阎王帝君的先体 什么 不必惊讶,虽然在天泉星年光的操纵下 阎神的先体早已被藏匿起来 但还是先听听钟离的说法吧 阎王帝君虽是众仙之祖 但说到底也算是仙人之一 纵观离月数千年的历史 仙人纷纷离去 这是不可挽回的趋势 因为时代变了 你在绝云间应该也已体会到这种变迁 神有许多尊名 契约之神,商业之神 武神,摩拉克斯,阎王帝君 其中自然也包括仙人 如你所见 仙众的时代正在远去 人的时代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往年每位仙人离去时 都会有一场盛大的纪念仪式 这是礼乐的传统 是啊 连真正的凶手都没抓到呢 谋杀神明的起案 往生堂不关心这种事 往生堂关心的是 寝仙的仪式如此隆重 宋仙的仪式就没人管了吗 吕者 我从公子那里听说了你的事 既然你与风神有些交情 那么 可否考虑与我一起筹备一场送别阎神的仪式 明智之选 天泉宁光 它正在阻止任何人瞻仰帝君的仙体 所以 如果你想达成寻访七神的目标 就只剩这样一条渠道了 正是如此 唯有参与宋仙典仪 你才能再次得见阎神之躯 嗯 若你搭运就跟我来吧 详细的情况我们路上再说 好了 我牵线搭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怎样 这结果还不错吧 你们要走的话就走吧 不用管我 我也许会在这里再喝几杯 顺便熟悉一下筷子的用法 我猪猪刀子的用法 第四季 旅者, 经历了神离开的城邦以后, 你对黎月这有神之地感受如何呢? 嗯, 有神之地三千七百年的历史厚度, 在七国中亦是最深。 筹办宋仙典仪的过程, 也会成为你旅途的一部分, 增广。 黎月是陈氏七国里最繁荣的一国, 往年也有神灵镇守七星统治。 所以, 愚人众的许多外交手段, 在黎月都施展不开。 七星之一的宁光, 始终对愚人众重重防备。 或许, 这就是公子想借往生堂关系办事的原因吧。 嗯, 我们要办宋仙典仪, 对公子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对我来说, 愚人众只是提供资金支持, 我只希望黎月的传统不要被人遗忘。 这是公子给的第一笔垫付资金, 如果用完, 也可以再去找他报销后续款项。 哇! 好了, 我们动身吧。 筹备仪式的第一步, 是要取得品质足以匹配神灵的, 最上等的叶博石。 筹备仪式的第一步, 最上等的叶博石。 筹备仪式的第一步。 哟, 客官, 欢迎光临解碎行。 今天, 要不要来开两块朴石, 试试手去? 便宜又好玩, 也许一不留神, 就发家致富了呢。 博石? 不要不要, 我们是来挑, 什么石头来着。 叶博石, 品相至少要逐兆级。 逐兆级的叶博石? 呃, 原来不是游客啊。 失礼了, 我这就拿货, 请。 您看这怎么样, 我们解碎行啊, 可是御师老字号。 瞧瞧这品相, 绝对上价。 简直是阎王爷爷难得降下的恩赐, 您就放心随便选吧。 这三块叶博石, 看上去确实都很漂亮, 不像是平时挖出来的那种。 但, 到底该怎么选啊? 要不, 我们就随便选一种回去。 哦, 想要我来决定吗? 也好。 要我说的话, 答案其实很简单。 嗯, 答案是…… 老板, 我全要了。 好, 这位老爷, 我早看出您气语不凡, 出手果真阔气。 啊, 等等, 等一下, 老板, 刚才他说的不算, 我们再商量下。 喂, 如果仪式只需要一种的话, 全买下来不就白白浪费三倍的摩拉了吗? 摩拉? 嗯, 确实如此。 哦, 刚才没想到这方面的问题, 是我考虑不周了。 啊, 买东西怎么能不考虑摩拉呀? 若凡事都要先考虑摩拉, 也就等同于凡事都被摩拉束缚了手脚。 啊? 摩拉天然是货币, 但货币天然不是摩拉。 啊?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 虽然很懂宏观经济, 但不懂得省一些小钱呢。 啊, 不必动摇, 即使摩拉束缚了手脚, 我也有在束手束脚的情况下, 依然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叶博石品香的鉴别确实令人棘手, 一块圆框不论好坏, 它的质地、色泽, 以及内部的颜纹都不会有太大差别。 只有当叶博石制造的器物成形以后, 才会发现其中一些成品根本上不了台面。 这时再去找那些奸商理论的话, 它们又会以你的合成台不好, 火候不对之类的理由来搪塞。 好险好险, 原来这东西是这么容易上当受骗的。 不过, 真正的鉴别方式还是存在的, 真正的内行人还是能鉴别的。 如鱼见纸月, 观纸不观月。 那是什么意思? 你用手指指向月亮, 聪明人能明白你在指月。 但不聪明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手指, 看不到月亮。 纹路、外壳, 这些都是手指。 叶博石是夜间照明用的起始, 亮度的重要性才等同于天上之月。 优质的叶博石会有更加的火元素清合力。 也就是说, 在高温之下, 光泽越亮越蓝的矿石, 品相就越好。 我已将玉石界价值千金的秘密告诉了你们, 剩下就是十件了。 价值千金? 嗯, 可惜潘萌觉得, 以后应该再也用不到了。 老板, 我们回来选石头啦, 麻烦把石头都借给我们烧一下。 烧, 烧一下? 烧不得呀, 几位老爷, 你们烧完, 我还卖什么呀? 不买了? 别这样啊, 老爷, 还可以商量, 买卖就是商量的艺术, 您说是不? 这样, 我从三块石头上都取些样品来, 我老实亏一点就亏一点, 就当交朋友啦。 放心, 商界的规矩我明白, 只要证明是好矿, 自然不会让阁下吃亏。 好了, 就拿这些做样品吧, 我用刻刀切下来的, 还标上了号。 也太薄了吧。 比纸还要薄? 不对, 比虫子的翅膀还要薄, 薄的都快透明啦。 过奖,过奖, 这些石头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不这样温柔可不行。 万一不小心割了太多, 可就真要了我的命啊。 可是, 薄成这样的话, 一遇到火, 就会马上灰飞烟灭了吧。 想让生意人让出利润, 就如同羊恶狼吐出刚下肚的肉一样,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其实在特殊条件下, 这些薄片也够用了。 什么样的特殊条件? 在施加火至高温的同时, 用水的元素里从中保护, 就可以让样品不至于瞬间烧毁。 哦, 这位老爷居然如此有见识。 感谢体谅, 感谢体谅。 平心而论, 我们没有给出一定会买的承诺, 便这样索要样品, 本身就是有失公平的。 那么, 剩下的, 就是要找一个可以实验的地方了。 你是说, 万明堂吗? 也好, 趁香灵不在。 不妥。 那里人来人往, 万一元素反应失控, 搏击民众。 我们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哦, 我想起来了, 在蒙德的时候见过。 达达乌帕谷里, 好肉族的秋秋人, 有一口超大的锅。 很结实, 应该能顶住元素反应。 我们带好样品, 然后出发吧。 通过了吧。 根本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久没有踏上风的国土了 我的蒙德朋友每次来礼乐 都会带上几瓶地道的蒲公英酒 不得不说 木戈之城的名酒 确实要比虚拟的冷静蛇酒好喝不少 就是那口大锅了 好球球人们好像还在用它的样子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插个队比较好 我会注意美国的礼仪 雷石的重量定然安心 一起经上来哟 这场啊 将是你的永唐 告别吧 想不通 我打点了 哎 哎 救命啊 吃点多吧 我 老实点 这个如何 老实点 哇 里面还有汤呢 球球人的胃口可真大 这锅汤刚好可以作为水源苏力的保护 那就开始点火进行试验吧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拍盟也会帮忙记着三块样品的编号和位置的 那么现在开始 用火的元素力不断加热大锅 直到结果出现为止 钟离先生说 光泽越亮越蓝的矿石品质越好 要注意观察哦 光泽越亮越蓝的矿石品质越来越来越厉害 光泽 灯火 光泽 灯火 光泽越亮越蓝的矿石品质越来越厉害 光泽越亮越蓝的矿石品质越来越厉害 我们收拾掉再继续吧 这刹那将是你的永航 这个如何 老实点 这个如何 开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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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光芒是二号夜波时发出的吧 嗯啊 秋秋人又围上来了 真是难缠 看来秋秋人都糟蹋食物的事 非常愤怒嘛 远时的钟离 敌人安心 喝 确实 噓 啊 嗯 啊 嗯 多 这个如何 剑了像师傅的枪吧 我会保护大家 老实点 开锅了开锅了 超亮 超刺眼 刚才那是三号叶博石的光吧 明显比其他两份样品更亮呢 就选它啦 好啦 我们回解脆好满叶博石吧 老爷回来了 货都给你们留着呢 决定了吗 要哪一种 没错 我也记得是这块 没问题 既然看中了 老爷们就拿去吧 嗯 三号叶博石这个种类的 来一箱 好嘞 话说 别怪我多嘴啊 纯粹是好奇 各位老爷 要这么多极品叶博石 是有何贵干呢 嗯 说也无妨 是制作宋仙典仪的器具所用 宋仙 呃 最近我也听过不少小道消息 可一直没敢太多过问 那 唉 难以置信啊 虽然如今解脆行有些没落 但祖祖辈辈 一直多亏阎王爷护养 据说两百年前 阎王爷微服下城南 麋鹿时品尝民间小吃 就是用的解脆行的御勺 唉 拒王矣 拒王矣 唉 既然是跟阎王爷道别所用 那这项叶博石就只收半价吧 啊 这真的可以吗 明明老板之前还是一毛不拔的样子 没有阎王爷的保佑 就没有这贸易之都如今的模样 作为一个生意人 怎么能去赚这种钱 老板 你的心意一定会传达给阎王爷的 在黎月七星与各位脚踏实地的商人 共同努力之下 想必黎月也会一如既往的繁荣下去 好 好 谢谢几位老爷了 我这是怎么了 哭哭啼啼的 财运都要溜走了 啊 既然挑选完毕 我们就带着叶博石去 喂 等等 虽说是半价 但也不代表可以不付钱呀 哦 不好意思 我又把付钱的事给忘了 让我看看 啊 果然没带 没带什么 没带姆拉 真是惭愧 又疏漏了 那可怎么办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啊 对了 公子似乎给过我们一笔垫付资金来着 好在有这些钱 老板看看 够不够 哎 够了够了 半价的话 差不多正好 其实 就算不够也没关系的 啊 不错 摩拉的事 解决了就好 我们先把叶博石送去玉京台吧 那里是我预定的场地 一个摩拉都没出 钟离先生居然好意思说得这么轻妙淡写 确实很有必要 我会记得的 这次 多亏二位 他太可爱了 他太可爱了 好想休下去看他 好想休下去看他 嗯 嗯 叶博士放在这里就行了 我已经派人去喊珠宝将了 之后就会把他们打造成一事所需的器物 对了 这么短的时间里 我还没来得及去见公子 珠宝将的报酬也 那也只能这样了 话说回来 这里就是 宋仙典仪的会场 这片场地我已经租借下来 开始进行仪式的筹备了 是的 用了相同的场地 这也是离月七星默许的情况 可这里刚发生过那么大的案件 这么说来 我们作为嫌犯回到现场 要小心别被千颜君抓走了 不过总觉得 从绝云间回来以后 就再没遇到过长麻烦的千颜君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 之前留在这里的 阎王帝君的 以传统而言 可称之为 先祖法退 对 是这个名字 钟离怎么什么都知道 所以 先祖法退 是被七星藏起来了吗 可凶手 不是还没有调查清楚 只能说明 七星已经心里有数 或者已经确定 现场的线索都找齐了吧 那些事 自会有玉京台的大人无考虑 想替他们分忧 也只是徒增烦恼 在仪式举办前 先祖法退 会被暂时安防在黄金屋 黄金屋 黎月唯一的铸臂场 也是全体瓦特唯一的铸臂场 人类七国所流通的摩拉 全都是在那里铸造的 哇 不 我没再想不好的事 我是说 很符合摩拉克斯的身份 但是 钟离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呢 因为宋仙典仪得到了七星的默许 也算是半官方活动了 所以 我能得到一些内部消息 或许他们各有目的吧 不过啊 在这商业之都 偶尔被人利用 也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 在契约之神治下的礼乐 唯有契约不可违背 至于契约之外的小动作 我倒是无所谓的 好了 我们该去准备仪式所用的 香膏了 香膏 要去哪里弄呢 直接去买吗 不 这种净神的香膏若要熬制 所需的霓裳花品质 同样也是很特殊的 名为霓裳的花 其花瓣是上好的纤维材料 多用于制作锦缎 但它的芳香又十分轻雅 尤其是和供奉仙神的严肃场合 又到了钟离普及上流社会知识的时间 更具体的细节 目前也不需要多言了 还是先随我一道去商人那里收购材料吧 我让你领备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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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玩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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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好 anat aux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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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投射 黎月港的氛围真是愜意啊 老板 你们这里有霓裳花吗 霓裳花? 嘿嘿 当然有 要哪一种? 嗯 哪一种? 就 就是 最好的那种 原来霓裳花还有很多种的嘛 嘿嘿 没见过世面的外国人 还问这种问题 金屋藏椒 山鹰锦簇 缥缈鲜缘 这三种霓裳花 麻烦老板各拿一株来看 哦 这位老爷是大行家呀 身边两个是仆人吧 仆人就别抢在老爷之前开口了 嗯 我们好像见过 哦 是驴者吧 哎呀 不好意思了 刚才语气不太好 请 请 规客看看吧 还有什么想法也请说到说到 嗯 根据生长环境 与祖先亲族的不同 霓裳花会呈现出不同的性状 老板这几株都不错 保存得很新鲜 比如这种 枝繁叶茂 花蕊如金屋藏椒 绿叶长存 多生于有复杂水文条件之地 而山婴或者潮湿之地 霓裳花多生得半大而蕊蜜 香气扑鼻 堪称花团锦簇 最后这类则是孤傲清冷 枝 叶花 排布集书 开花时香气寡淡 却极为持久 是古人登山仿仙时偶然发现 不过时至今日 大多野生的霓裳花 都在离月地理变清的过程中绝迹了 现在多是依靠人工培育 哎呀 先生确实是行家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这么多讲究 略通一二而已 我这位旅行家朋友才是不容小觑 是终将踏遍大陆各处之人 终梨先生太客气了 那么这三种霓裳花 我们该选哪种呢 老板 我全要了 又来 天气时要点最红的明灵 六鸟时要买最名贵的花梅 此极人生 不过 这次买三种霓裳花 倒不是出于我的人生信条 你有所不知 根据传统 若将不同的霓裳花分别做成香膏 供奉在七天神像前 阎王帝君便会自己做出选择 不过这种古早时期的讲究 和一些过于复杂的传统 都已经逐渐被简化了 但这是三千七百年来 唯一属于七神之一的颂先殿仪 我们还是遵照传统 逐一供奉这些香膏吧 嗯 所以 你们有带钱吗 你又没带钱吗 周梨 客官们 不好意思 插一句嘴 你们是要把这些花 献给阎王爷 这么说也没错 嗨 你们应该早说 那次请先典仪之后 我也听到了不好的消息 不吉利的话就不说了 总之我也一直很担心阎王爷 担心那个消息是真的 如果是为了阎王爷的话 这些花就不收你们的钱了 替我带一份心意就行 这 真的合适吗 瞧你这话说的 没有阎王爷 就没有我这种小民的七身之地呀 若不是当年阎王爷提师 这些珍品霓裳花的身价 哪能这么金贵 哇 一路上听到的离乐风土人情 很多都是在某个时期 受到过神灵本人的直接关怀呢 总之要谢谢老板了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忘带钱还不是中立的错 嗨 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罢了 花已经到手了 可香膏要怎么做呀 最好能找一个有过炙香经验的熟手 不过 我认识的人里 几乎没有会亲自动手熬炙香膏的 嗯 一听就知道都是有钱人 所以 要麻烦你们到城里问问看了 比如普通人家的小姐之类的 好吧 尤其是那种 神傻虾香的 对吧 感觉还算不错的茶室呢 我去七天神像附近等你们 做好香膏以后 就在那里会合吧 冒险家贤会那边 会不会有合适的人选呢 要不 先找兰姐问问看 我记得她是黎月的分会长来着 死心了 多累啊 死心了 多累啊 往哪看呢 匕入这些 Hyper Terre 来 man 小心一下 净乱 小姐 我们想请你帮个忙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接委托了 不好意思二位 请找其他冒险家吧 不用挂委托了 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我看上去像是会用那种东西的人吗 总感觉被你小瞧了 可是蓝姐身上确实很香呀 不是香膏的话 会是什么呢 这么说来 确实好像有一股香味 我想想 莫非是我上次回来时采摘的清心 原来我一直戴在身上 原来是这样啊 蓝姐竟然还有在路边摘花的雅兴 不过是要用而已 不要继续这种无意义的话题了 香膏的话 你们不如去找启命问问 是那位占卜师姐姐吧 确实给人香香的印象 那我们先走了 谢谢蓝姐 有什么事吗 二位 如果启命小姐有空的话 想问你件事 呃 哦 抱歉 没想到你会这么直白 不过我对你 其实还不是十分了解 我们的意思是 想问你平时用不用香膏 香膏的话 我没有在用哦 不过 我的身上应该会有一些脂粉的味道 可能让你们误会了吧 我平常在码头附近摆摊 可不希望香膏引来更多色蜜蜜的水手 这样呀 好遗憾哦 不过 说起香膏 你们居然没听说过 婴儿的手工香膏吗 婴儿 是 春香窑的那位婴儿 是的 许多人家的千金小姐 都会拜托她熬香膏来用 据说她手工自制的品质 比市面上贩卖的还要好 太好了 谢谢你的情报 这下婴 这可都是蛮粘感的特别 终于找到我了吗 我可是等你们好久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要过来 我刚听说 有两个人在满城找身上很香的人下手 我还担心你们不会来呢 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是对我魅力的考验呀 下手 怎么说的我们好像是危险人物的样子 以鹅传鹅 三人成虎 言行最好谨慎一些哦 放心 我知道你们的来意 是想我帮忙做香膏吧 需要什么样的呢 哎 居然要同时做三份 想不到明明这么年轻 胃口却不小呢 呵呵 该不会之前的传言是真的吧 呵呵 情节之下 编了个这样的借口吗 就算是献给神明 也不需要这么多种类吧 嗯 好像钟离也说过 这种传统 已经被遗忘很久了 总之 花开堪折直虚折 末代无花空折之 谁又能说 你做得不对呢 咦 派蒙又听不懂了 好了 我帮你做就是了 来当我的助手吧 在熬香膏的这段时间里 你可得把心思放在我一个人身上呀 那么 去哪里熬香膏比较好呢 那是哪里 是蒙德吗 熬制香膏而已 不用那么大洞干戈吧 不如选个近一点的地方 就去借用一下 万明堂的厨房吧 可是 中原杂碎 好吃不贵 我已经跟卯师傅打过招呼了 现在 要准备开工了 你做好准备 对我负责了吧 啊 我是说负担起助手的责任 在我准备制作工序的时候 你就先帮我取些水来吧 来尝尝万明堂的手艺 其实团的战友们 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吧 来尝尝万明堂的手艺 来尝尝万明堂的手艺 再尝尝万明堂 小小小的手艺 迪月人实在是太强了 嗯,水质还不错 接下来就要请你帮忙去合成台 从霓裳花里提炼出精油了 制造香膏的手法和炼精的手法大不相同 我来教你吧 要像这样 轻轻地 温柔地 握住旧处 手掌也要注意紧贴 这样 才不容易滑脱 然后用你最顺手的 节奏搅动 直到霓裳发的汁水 果然有这方面的天赋 一说就懂 带上这些 到附近的合成台去试试吧 记得 三种都要制作 虽然在精油阶段的外形很相似 但制成香膏以后 我会用不同的盒子 帮你装好的 中原杂碎 好切不对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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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种闻上去,贵气凌人,是附加千金们的最爱。最后一种香气,轻柔却久久不散。如天光昏暗,雾色朦胧,最受成熟女性们的欢迎。 记住了吗?可别用错场合呀。 好,那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到这里了吗? 那么,最后再送你一句话吧。想脚踏三条船,可要想好先抬哪只脚。 呵呵,有空再来春香瑶陪陪陪我吧。 拿到三种香膏啦。快去七天神像那边吧。终于仙兽,应该等很久啦。 把这个试图给我找变了。 而是谁找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了 我也没有等很久 比起神像所刻的阳王帝君的守望 不过是短短一瞬而已 人怎么能跟雕像比呀 说的也是 如何 你们把香膏带来了吗 三份香膏 一份不少 辛苦而为了 我们试着依次供奉上去吧 这是第一种香膏 银儿小姐说她甜蜜梦幻 是小女孩们最喜欢的 这是第二种香膏 说是贵气凌人 富家千金的最爱 第三种香膏 香气轻柔却久久不散 如雾色朦胧什么什么的 最受成熟女性的欢迎 诶 刚才那是 那是成熟大姐姐喜欢用的款式吧 难道说 阎王帝君其实是一位大姐姐 哈哈哈哈 说不定呢 阎王帝君的化身有万万千千 或许真有这么一个形象存在 可惜 我们只见过那个特别巨大的龙形 而且 希望黎月七星能抓到真正的凶手 那些 就留给位高权重之人去苦恼吧 我们只需做好与阎王帝君的鉴别之礼 所以 我们又完成了一项准备工作呢 下一项该是什么了 接下来 希望二位可以带我去见一下狄辰灵 狄辰灵 如今 保管狄辰灵的是我的一位朋友 叫做平姥姥 他人在玉京台附近 你们向他问 他自然知道 好的 可是 这次钟离先生不和我们同去了吗 哼 我有些不变露面的理由 麻烦二位代劳了 诶 这次钟离先生的态度 怎么神神秘秘的 诶 这次钟离先生的态度 想死去 起风了 世事无常 验庆人 你是来赏花的吗 可惜呀 你来的不是时候 这琉璃百合 都要卸完了 这些花 为什么都谢了呀 在我那个年头 人们说琉璃百合通人戏 如果他们听见了好声音 比如笑声了 歌声了 他们就会很高兴 会唱得很好 但如果反过来 听了太多不好的声音 比如乱七八糟的流言蜚语 他们就会枯萎得很快 所以 现在离岳港里的状况 这些花也感觉到了呀 是啊 阎王帝君之死的传言 可不是小事 这大街小巷里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是愚人众的阴谋 有人说是海里的东西要站不住了 这座港口就和柴火堆一样 只要一点火星 我就要止不住了 哎 话头就到这打住吧 我老婆子年纪大了 就喜欢唠叨 年轻人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哦 那个老五姐呢 我记得 确实在我这儿 但是具体放在哪儿 我老婆子就记不清了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 一个老朋友身上带着的小玩意儿 他看我老是眼巴巴地看着 就把铃铛送给我了 但他当年就和我说 假如以后有人来借这个铃铛 我可不能舍不得 这么多年了 这铃铛也不知道被借走了多少次 但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很久没人再来借这个铃铛了 哎 我这个老身子骨 着气动起来慢吞吞的 你们怕是等不得用 对 婆婆 我们陪您回家 然后我们自己来找 还能 还能帮您收拾屋子呢 好了 孩子们 那个铃铛我也没有放多远 哎 婆婆 您家就在这附近吗 哇 这可是浴巾台呀 真有钱 我老婆子可置办不起城里的房子 看看这个湖 我的全部家当都放在里面了 全部家当 这么说很不礼貌 就算是这样 那 那也是个很珍贵的铃铛 对吧 婆婆 孩子们 总之 铃铛就放在这个湖里 想找铃铛的话 就自己去看看吧 这婆婆真奇怪 说什么全部家当放在湖里 应该是都 喝水分CE 咱们 PlayStation suis 像就是传统费 ��传统费 诶 这是哪里 刚才 刚才发生什么了 好了 孩子们 这就是我老婆子放东西的湖了 快找铃铛去吧 啊 好像是婆婆的声音 她说 这里是她的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看来这些人已经没中了 你们有这么多蜘蛛啊 孩子们 就麻烦你们 帮我老婆子打扫打扫这里吧 不兵 你听听说我太厉害了 这就是那个 SPA 优优狡献 我 éé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婆婆会不会也是仙人 我越来越觉得婆婆就是一位仙人了 但是仙人们不应该都住在绝云间里吗 为什么她会待在城里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实点 检查 开始 一定要干净利弱 真是急性在你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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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eyed thanks to the game 帐篇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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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小心着凉 热乎热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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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乎热乎 热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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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老实点 这湖到底有多少层啊 要是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湖就好了 至少不用一直在野外露宿了 已经找到了年轻人的手脚就是玛丽 我看看 这样就可以了孩子们快点出来吧